大家好 歡迎收看 今天的節目 這幾天國際的政治環境 紛紛牢牢 讓台股前兩天 跌掉快400點 這樣一個增擾的過程當中 缺口的支撐 跟平台的支撐 还是守得蛮漂亮的 对岸 中国大陆 因为民进党的一个再度执政 好像不太爽 迫使诺鲁跟我们断加 这是对岸的一个手段 但是这是政治议题 跟经济因素是没有关系的 另外一个议题是 鸿海危机的一个升温 航运报价蠢蠢欲动 所以会让通膨稍微升温 所以降息的一个脚步 应该会稍微放缓一点点 但是通膨的压力 已经达到一个下降的趋势 降息它是迟早 会发生一件事情 所以大概是这两个因素 让台股这礼拜的跌势 稍微重一点 但是我刚才讲过 平台的支撑还是支撑 今天至少它初步只跌了 盘中还一度大涨100多点 所以对于这波行情的回档修正 跌掉805点 然后我说 这波的一个修正 如果0.382应该是757点 所以多跌一点点还OK 因为平台的支撑 我之前就规划很清楚了 支撑性的买点来了 我希望投入不要悲观 越悲观你应该要正面看待 到底什么样的股 你现在跟我卡位 你会得到一个项 比如说宝瑞可以大赚165块 那种大波段的利润个股 那是你应该目前要设身处地 要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知道吗 跌的时候来跟我买 比较便宜 成本低风险跟着降低 支撑就是支撑 今天台股涨66点 至少初步只跌 初步只跌就是一件好事情 至少没有重做吧 今天你会看到台股一开盘 可以开高吗 你想象得到吗 最高拉高138点 昨天跌185点 好像 一夕之间行情反转的感觉 你想得到吗 所以什么样个股 目前此时刻 大胆逢低承接 会得到一个不错利润 复制宝瑞成功的模式 你给我三个月时间 宝瑞我们创造了165块钱利润 光是基本蛋 对不对 我趁它跌掉482块钱 10月9号 低档只跌 我才做介入的动作 从1000块钱回档 你什么时候看我推荐宝瑞 就是10月19号560买 560买完之后 575再加码 我说过我中压 我压了两笔单 如果一档股票 平均两成好了 你应该知道我的一个 操盘风格 投资组合我顶多给你三档 最多是五档 五档好了 两次的一个单子不是四成吗 所以整个保路一个加构 560买570再加码 为什么敢中压 股价大跌 大跌就是大利多 至少它基本面前半年赚两个股本 六年并六家 对它 有没有机会 是生计股的股王 所以整个 一个保路560买 575再加码 开始很想整理 我说买得够低就不怕整理 当时候不够涨到629 那接下来 涨到683 560到683 一张123块钱 我说我舍不得卖 我真的舍不得卖 涨了100多块钱的一档个股 上上下下起伏吗 你会不会想偷卖一下 你会想偷卖吗 我说我还持续性的低接 560 575没有买到的 我说610 620 630 640还是要买 来到665 1月5号 我说我还有 上礼拜大选之前 很多人想卖股票 是不是 上礼拜每天融资与的都在大减 大家都想卖 我有告诉你保瑞要卖吗 持续性的低档在布局的保瑞 上礼拜我来到667 继续的勇敢跟我赚下去 礼拜跳空大涨705 收盘694 对 这样子560到694不是134块钱吗 礼拜二没有交易 我说过 有可能跟合并的大利多有关系 果不其然 昨天终于公布大利多 对 昨天礼拜二 他礼拜三公布大利多是什么利多 他并购了美国百年制药公司 既然有这样一个大利多 你一定要勇敢去追吗 市场上都知道利多消息就不是真利多 这是一个很简单一个操盘手法 所以昨天的一个保瑞 礼拜三 我725卖 趁利多卖 时间价位跟你对过了 9.33分 趁利多 722以上卖 当周在725 所以很好卖 有这样利多 你跟我做调节的 你会感受到 什么是有价值的一个资讯 围盘翻黑 678 利多去追吗 好不好 利多去追股票吗 如果在市场上 你在操盘的过程 历练够久 你会知道 至少利多 要先按兵不动 不要乱追 短线你去追一定会套 长线不见得会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论述 所以昨天的保瑞 我选择站在卖邦 有利多 有利多 大家都知道了 再度的并购 之前就敢 就跟你讲过 保瑞的一个 基本面的议题 让一些比较小型的 一个生技公司 想要往他靠拢 所以大者很大 并购的越多 他的一个 基本面的一个底 就越窄 他的获利空间 经年度会更好 只说在昨天利多 我有先卖一趟 卖在725 560到725 基本单 165块钱 加把单 575 150块钱 这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不是吗 三个月的时间 我给你的绩效 是如此的明确 买完加码 上上下下 起起服务 我说我舍不得卖 这边还在买 还在低阶 没有错吧 你觉得有没有价值 三个月的时间 一档股票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 没给你努力 怎么带进了 怎么加码了 又怎么卖出的 很清楚 非常的清楚 所以整个保留一个架构 今天反弹来到714 收盘696 今天反弹的高点 也没有越过我昨天卖的一个位置 是不是 所以还是那一句话 市场上看到利多消息 当天至少不要乱追 好不好 就像昨天的红硕也是一样 又公布他的利多 又公布他的一个基本面好消息 买股票要在好消息没有公布以前 先买好 所以我为什么很重视 选股的一个基本面 为什么我说我档档股票 都要符合巴菲特价型投资 概念的基础股 我才敢代会买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选股的方向 我永远不会改变 股神讲过 价值型投资 是你走向成功的唯一机会 只有这样的选择 你才有办法达到一个成功的一个境界 否则每天用猜的用赌的 看到市场上哪个有大涨的 就乱追的 到头来你是一场空 你只会满手都套牢持股 所以红硕该买是在利多消息 还没有公布以前的礼拜一 赚两个股本 COAX的红硕 双底确立黄金右脚 当天最低537 收盘562以下 一定买得到 买完之后隔天大涨 来到601太强了 我说一定会过千高 礼拜的它不是跌200点吗 它大涨来到601 真的有够强 有没有如同我的预测 礼拜三一定过高 648 礼拜三有什么利多 红硕啊 今年营运技技高 里面的基本面利多 你自己去看 我选的股票 一定有基本面的论述 精挑细选啊 我随便选的吗 去年度 COAX的一个代表作 还记得吗 老同学 星云啊 创造了倍数的利润 所以整个红硕的一个架构 同时你感觉不买不行喔 有利多喔 昨天应该要锁涨停喔 再不行动 真的快涨停了 一锥就开始下来了 你常常发生这样一个错误 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你有常买买乱当成吗 所以整个红硕昨天买还是卖啊 昨天买还是卖啊 昨天你有在我赖A留言的 我会没有告诉你 红硕你今天千万不要乱杀滴 跌的时候 谁会帮你 清老师会帮你啊 我最喜欢在盘市不好 告诉你正确的投资方向 跟选股的一个方向 什么时候最喜欢 一定要锁定我的节目 大盘重做你不知所措 把我的节目看完 对你的操作一定有正面帮助 昨天你有留言的 你有打电话进来问的 我会没有告诉你 今天红硕不要杀 你不要跟我说 你买648附近的 今天576你想卖 一张差了7万块钱 你也帮帮忙 对吧 你也帮帮忙 每天追高杀滴 不如不要做股票 真的 很多人就喜欢追高杀滴 每天追不停 乱追一通 你有那么多钱好输吗 大家在股票市场上 投资的一个资金来源 一定是辛苦赚来的 难道是天上掉下的礼物吗 那么辛苦的一个 来源的资金 你要随便乱拆股票 乱买股票 乱追股票吗 昨天好心的帮助这些投票 我相信我今天给你的一个 解决方式 是股价证明我的一个 昨天给你的建议吗 我真的没有告诉你 今天杀下来 千万不要乱砍 真的不要乱砍 你一砍 怎样 盘中一度翻红 所以翔索光是这两天 有70块钱的价差 你会不会操作 你会不会 不要我再卖你再追 我再低接你再乱砍 明明赶快去高杀滴 我说过 不要乱追高我的股票 你可以一直鉴赏 鉴赏我的一个操盘逻辑 当你鉴赏到一定程度 认可 尽好是一个操作的一个诚信实在 坚持跟原则性 是符合你需要的分析师 你才来加我的行列 不要白白的花一些冤枉钱 在市场上被人家赚走 这样真的不好 对啊 因为跟我们一股票 我红硕 赚了一波再一波 你呢 你呢 你不要说今天还在等几套 那怪谁 是不是 所以整个红硕的架构 他还没涨完 简单来讲是如此 知道吗 这档事实上 26号 8天转折 买点58.8 涨到61.1 我趁他回档8天才低阶 所以利润远大于风险 我的操作激进零风险 12号62.2 持续等量上工 礼拜一有没有补量 来到63.8 对 有补量之后的量人又缩了 量人不出要会卖智商 礼拜二 是不是 我有没有卖 全体普通院帮清老师做见证 智商我有没有卖 还是我看到今天智商 底下才告诉你说卖的 今天智商 现在普通院 今天剩60.7 一根藏黑 我是不是礼拜二 通知你们至上要卖 全体普通院帮清老师做见证 因为参加普通会员的一个 入位门槛比较低 所以人数最多 大家一起来对视对价 礼拜二的 11.04分 至上63以上卖 资金转进这一档股票 11.04分在63.2 全体普通院 我们来对视对价 是不是在63.2卖智商 要会卖 礼拜二智商要会卖 有没有卖 有没有卖对 有没有卖对 今天礼拜四 昨天还有更高点 今天礼拜四杀下来 剩60.7 所以清老师是会卖股票的分析师 好不好 这一档微影也是一样 AI伺服器的 10月底1425大双底右脚买点 上去之后 回档1485看好第二次进场操作 两次的买点创造了 450块钱利润 卖在1840 1840卖完之后 回档逐出一个底部 1800结尾 对不对 我接在1800 我不会告诉你 我接回在1695 我接回在1700 需要吗 需要吗 我会呼嚷我的会员吗 我会欺骗我的会员吗 会员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我就1800结尾 高档卖低档接 接回之后 这边有先卖一趟 赚了几十块钱 记得吗 回来接回 上去没有卖 杀下来套牢 怎么办 套牢股票 不是停存就加码 我当然有没有告诉你 不杀低可以加码 来到1680 是不是 不杀低跟我加码 所以这一笔单是加码单 赚了一趟 这一趟进去之后 套牢加码 加码完之后 他有没有上去 从1680涨到1910 涨了200多块钱 我先卖出这一笔加码单 赚了200多块钱 留基本单 基本单 我在上个礼拜五 跟你预告 我这礼拜会卖 我会没有按照我的规划 礼拜卖在1890 亲爱的同庙 什么是说到做到 什么是规划行情 做股票 这么简单 你以为我在分析大盘 青菜公共的 我带会员操作股票 跟会员对时对价 你以为那么容易吗 你的分析师 你参加的老师 敢秀出他的抗讯 来跟你对时间对价格 很负责任告诉你 他买在什么价位 卖在什么价位吗 林老师 有这样的专业实力 跟勇气吗 敢摸 所以整个围影 就按照我的规划 上礼拜跟你预告 我这礼拜会卖 礼拜盘中卖在1890 没错吧 是不是 1890卖完之后 还有更高 昨天还最高1980 今天最低打到1835 卖在相对的高点 就对了 是不是 所以之前 两笔450块钱 这笔加码单就200了 加起来650块钱 相对高点我有卖 今天打到1835 要怎么低接你敢知道 想知道的好好的跟 真的要好好的跟 这档股票AIPC的 现在我趁它回档 是不是跌 这叫ABC ABC波的一个下跌修正完毕之后 会不会往上走高 涨的时候 大家都很会吹嘘 跌的时候 大家都不见踪跌 所以清老师的反市场操作 专门帮你降低风险 追求你的绝对正报酬 第一档转折 向上一档AIPC股票 清老师在盘势不好的同时 邀请你跟我进场布局 符合巴妹特的 家庭投资概念的极油股 跌时要能帮 清老师一定帮 有任何问题加入我的来 在我上面留言 我会尽我所能 用专业的实力 帮你解决任何的疑难杂症 就像昨天有来问我 问我哪一档 问我哪一档 就是问这一档 刚才讲的红硕 昨天买640的 630几的 你昨天有来问我的 我昨天有没有告诉你 今天杀下来 不要站在卖帮 不要乱砍 尾盘有没有拉高 所以有问题随时随地 在我的蜡衣留下 你的任何疑难杂症 我会尽我专业的实力 帮你解决 你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 薛怡 再回到今天一个现场 派门西雷强硕 12月11号 支撑你家 趁回这支撑买 买跌 当天买在平台以下的1545 1545买完之后 1785卖 第一档240块钱 落袋 落袋完之后 回档3又叫转折 要不要跟我低接回来 我低接回来位置1655 高点卖低档接 接回之后就沿路的往上定高 1910 这样255块钱 上礼拜我回档 怕吗 怕选举吗 流啊 一根肠业打下来跌70块钱 我告诉你 我流啊 舍不得卖啊 结果呢 礼拜马上拉出一根中厂红 大涨100多块钱 来到1970 所以光是这两趟 看起来540块钱嘛 漂亮 所以接下来的一个 翔硕呢 横向整理 那这个横向整理过程当中 短线支撑 我认为撑得很好 那机人撑得很好的情况底下 翔硕 我可以告诉你 我到现在为止 一张都没有卖 一张都没有卖 因为我对他的基本面 Type-C USB4的领域 太了解了 我对他的筹码面 有没有辽弱之长 你来看一下7年度 我怎么操作翔硕的 105年度 翔硕 134块钱 长龙吞噬 攻击开始买 买低点 134 结果我卖930 这样子 800块钱的利润 是如何大波段操作的 一样给我时间 我给你大波段的操作 你给我三个月 你所看到的是宝瑞 165块钱 翔硕 一个多月 500块钱 做熟悉的股票 你会避开他的风险 材料KY1075 985的卖点 回档逐出一个平台突破 839接回 涨到885不要追 跟我解码 因为我说过 他会下午区间震荡 操作难度升高 不要乱追 要懂得坐价差 不会坐价差来找我 昨天礼拜三 杀到826 我直接跟你讲说 他今天会上 他今天有没有上 昨天他跌 跌到826 我告诉你他会上 今天早盘有没有上 有没有大涨24块钱 来到862 尾盘当冲客的影响 让他翻黑了 所以操作难度 变高的一档个股 好好的根 我给你的资讯一定有价值 该价差就是价差 该波段 我一定给你大波段 是不是 这档实权 记忆体报价扬升 营收成长200%的一档机油股 礼拜一短底突破的位置 我进场在81.7 81.7 买完之后盘中一度亮灯 亮灯完之后 我一档修正两天 礼拜三最低80.5 收盘82.9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低接 今天最低81.1 我认为还是可以低接 连续三根回档修正 他有把红K棒低点灌破吗 如果一档个股的基本面 没有改变情况底下 形态支撑守住 那接下来 准备迎接上涨过程 所以跌的时候不用怕 会怕在我的赖语留言 有任何问题 好不好 在我的赖语留言 需要我帮忙的地方 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你 想要跟 向老师的一个龙家军 一起并肩作战 迎接接下来盘子跌 之后 会往上走高的强制节股股 欢迎你直接加入 龙家军的行业 总的应该是 我们一起来 对食对价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请不注入资料价格 启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